王宝强住家遭二男撬开!马荣腔!和父亲房产! 王宝强跟马荣离婚后,分产官司仍持续进行中。 图翻射!微博!2018万0406! 大陆男星王宝强两年前与妻子马荣结束婚姻关系,目前两人的分产官司持续进行中。 不过昨午,日下午传出有二名男子到王宝强住宅试图撬开门锁,还选称有授权书表示一切合法。 当时王宝强不在家,管理员发现有人来撬门后立刻报警。 警方到场询问,二名男子宣称有马荣父亲的授权书,还有房卡和住宅钥匙,表示进门是合理的。 最后警方仍将两名男子带回警局。 马荣在微博回应撬开门锁一事,表示并不违法,图翻射。 马荣微博,二千零一十八万零四百零六。 马荣金,六,日在微博还原情况,表示父亲需要取私人物品,才委托朋友回家去,因为门锁密码无法打开门。 所以才走正常流程报警开锁,并非撬锁,且房子登记在父亲名下,父亲本就有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利,并不违法。 不过住宅管理人透露,房子由王宝强买下,却登记在马荣的父亲名下,因分颤官司仍进行中,目前房子已被查封,因此任何人撬门都是违法的。 马荣脸书全文 房子被霸占,产权人回不了自己家,正常报警开锁却被诬陷为撬锁。 不知道现在的媒体报道底线在哪儿,昨天事件的情况是,我父亲需要取一些私人物品,委托朋友回家去,因为门锁密码无法打开门,所以我们走正常流程报警开锁。 根本不存在翘锁被带走的说法。 媒体第一时间拿到王宝强房给的照片看图说话,不与当事人核实,报道假新闻,我们也在第一时间针对假新闻报警处理。 首先,房子登记在我父亲名下,他是合法产权人,有权利行使自己的各项权利,房屋在未经过我爸的同意下被换了锁,我们报警开锁,不属于违法。 再者,房子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,不存在被查封的情况,如果被查封,会有法院的封条。 按新闻所说,王宝强居住在此,难道王宝强私自拆了封条? 媒体撒谎还是王宝强撒谎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